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见证了黄龙旗金江水的所有的一切 我们黄龙旗的水当时是清采建地 到了七八十年代 因为当时的工业比较开始发达了 所以主要来源于它就是工业发达 有些产生的有些那些杂质 包括它的污染器 那些就透成了这个水质慢慢变坏 当地政府非常重视了现在 我就见证到这个水质慢慢改变好 秋水源口中的重视 得益于双流全面推行合掌制工作以来 建立两级党政三级管理合掌制管理体系 以合掌制促进合掌制 正级合掌上旬寻一次 中旬寻一次 还要下旬寻一次 每次要超过一公里的路程 巡河发现的问题 有垃圾有入水排放 它马上就会在我们微信群啊 或者是直接向我们报告 然后我们来直接进行处理 我们自己也是总结了 自己独有的这种 望闻问切 中医的这种询查方式 望就是要凭这个自己的眼睛去看 闻就是要看看有没有意味出现 而问就是你要找到联合的商家 老百姓问问他们 最近有没有异常的情况 切就是要切中要害 我们要上措施上手段 除了传统巡河 双流区还创新巡河机制 借助科技手段制水 提升合乎长效管护水平 水质原来是列五类 通过我们这几年不断的 像钉筋子一锤一锤的 我们持续的来做工作 现在已经达到三类水质 我们现在目标就是 要持续的稳住三类水质 要不断的去做改善 锦江是成都人的母亲河 锦江水质关乎成都 更关系长江 位于成都最南端的锦江黄龙溪段 便是锦江流经千万人口大城市后 出境的最后一道屏障 驻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守护好这一江清水 双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对锦江黄龙溪 国控断面水质改善 做出的重要指示 树牢上游一时 强化上游担当 驻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守护好这一江清水 黄龙溪国控断面水质 由2016年的猎五类 到2018年的四类 2020年的三类 如今更是常年保持在三类 正式通过双流240名三级合掌 一锤接着一锤敲 全区水生态环境 呈逐步改善向好姿 2022年1到8月 全区五个水质烤河断面 均达三类级以上 断面达标率100% 双流合掌 正以实际行动 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为双流高质量建设 中国航空经济之都 和公园城市示范区 提供强有力的水生态保障 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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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